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给大家两个数据 第一个是11万人 第二个是45% 那么这两个数据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一个是华人每年因肝癌去世的人数有11万人 第二个是全球肝癌死亡人数中华人占了45% 这个比例非常的惊人 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里 我们要来仔细地研究一下 被称为癌王的肝癌 肝癌只发生于肝脏的癌症 如果是肝脏内的细胞所引发的癌病 称之为原发性肝癌 由身体其他器官的癌症转移到肝脏 而形成的肝脏恶性肿瘤 称之为剂发性肝癌 也称为转移性肝癌 尤其是肝癌 尤其是肝癌 这些疫情肝癌 也不会发生肝癌 为什么华人肝癌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这一直是医学专家们特别关注和不断研究的问题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华人的肝炎患病率特别的高 而乙肝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后 就会逐步恶化成为肝癌 那么在亚洲人里边呢 除了美国国家以外 在亚洲国家包括中国 香港 台湾 那这些地方呢 它的肝癌发病率就更高 那么既然我们这是一个中文节目 那么主要问题就是谈 是在中国人群里面 为什么肝癌的发病率会有这么高 那么在中国人里面呢 就乙肝的那个发病率非常高 在以前的统计数据来讲的话 大陆差不多有10%的人都有乙肝 乙肝病毒感染 那么乙肝病毒感染呢 它的主要原因呢 实际上有几大因素 第一呢就是血液传播 第二呢还有就是性生活传播 但在中国人群里面呢 它的特点反倒是这种母子传播 那么概念就是说 很多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呢 他们并没有 以前并不是普及的 普遍都是检查一干的 那么有很多人呢 在怀孕呢和生孩子期间呢 它就会有高病毒量 这种病毒量越高呢 它在那个产房里边 它把那个病毒传给孩子的 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 有很多中国人 有几十年自己有乙肝都不知道 那么儿子发病率呢 非常非常高 在中国人群里面呢 有一个 现在像已经improve很多了 就什么就说 在叫做Screening Hepatitis B 那么以前呢 你去看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不会说 想着检查你有没有这种乙肝 那么现在大家已经开始 有这个意识了 甚至于前段时间 两年前我去那个三藩市那边 跟他们那边的人 那个联系的时候 他们讲 他们把三藩市 所有的华裔和那种亚裔的人 都检查了一遍 你看 因为什么 因为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实际上最终的应该是两点 第一 就是说已经出生的人 已经长大的一辈人 那么我们应该去 所有的人都去检查 如果没有查过一次的话 一定要检查一次 第二 现在就是在大陆 包括在美国 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就是在新生儿出生之前 要检查母亲 有没有乙肝 这已经是常规的了 第二 如果母亲有乙肝 她的病毒量很高的话 要吃药 同时呢 母亲要吃药 那么婴儿在出生之 出生以后呢 要打疫苗 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乙肝的发生率 降低得非常非常非常低了 所以这实际上是我们 现代医学的 这十几年二十年的一个 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早期的肝病 人们往往不重视 但是肝病的发展 医学界普遍认为的一种规律 那就是肝炎 肝硬化 肝癌 这是一个肝病发展的过程 一般的十人 都持有肝病的肝病 它们在一年间的肝病 然后在后期的程度 它们会发生疾病和疾病 所以这因此 中国人的肝病和中国人的肝病 是非常高的 正常的肝病 看上去很光滑 对不对 像你摸上去以后呢 是软软的 对不对 我们讲就是 比如说像你的肝病一样 软软的 那么开始有形成 这种肝纤维化的时候 早期呢 它会有一些就像网状的东西 就像你看我的手上一个结痂一样 对不对 就在这里边 会有很多这种疤痕在里边 那这疤痕呢 它只是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 但它并没有真正说 有什么真正的功能 你看 那么进一步反复的肝破坏 这个过程可以是五年 十年 二十年 四十年 每个人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你只要不控制脂肪肝 不控制胰肝 它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那进一步走的话 你的 那个这种Scar体数 这种那个结痂的体数 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最后一步就造成这种 肝硬化 那么肝硬化 然后再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 已肝的病人的话 它都有得肝癌的可能性 所以它是一个慢性 但是呢 是一个 如果不控制它 越来越坏的一个条件 对了 所以这种肝囊有良好感染了 那么肝囊 然后从B肝囊 中心肝囊 在肝囊 中心肝囊 肝癌的行程与生活方式或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是吸烟饮酒或者是吃了长期没变的食物 这些看似平常的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肝癌的原因之一 那些在陌生的东西相因的疫情 脂肪这些伤症或血脂肌除肝癌的凝固 在胸部的胸部的胸部 更加強烈疫苗的病毒 因此,我們在想知道 誰是在抵抗疫苗的病毒 這些都是人們 所持的病毒 然後我們嘗試討論 治療疫苗 和改變他們的生活 也許會防止病毒 這是最好的事情 典型的幹因化 像在美國來講 造成幹因化的原因 主要有幾種 一種就是最常見的老一輩人說 酒精幹 喝酒喝到很多 那麼還出現一個新的現象 就是現在人變得越來越胖了 越來越胖以後 脂肪肝就出現了 那就說有很多 多餘的脂肪進到肝臟裡面 那麼會造成慢性的那種肝損傷 就有點跟你長期喝酒 很類似的 他們共同造成慢性肝損傷 最終的結果就是 都是說造成肝硬化 出現肝衰竭 然後一旦有幹因化以後 它隔肝癌的可能性 就會增加很多很多 肝癌分原發性肝癌 和激發性肝癌兩種 原發性肝癌早期無症狀 或症狀不明顯 而中晚期肝癌的症狀 比較多 常見的臨床表現有肝驅疼痛 或腹脹 乏力 消瘦等等 部分患者有低熱 黃膽還有腹瀉 上消化到出血等等的症狀 所以 liver cancer是有利益的症狀 症狀的症狀 在亞洲 在美國 或是亞洲 或是亞洲 一種疾病 在治癌 症狀的症狀 它們通常是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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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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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yellowing of the eye and skin and bleeding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confusion. When this happens usually that signifies that cancer is already in far advanced stage where we cannot offer any meaningful like curative therapy to the patients. 所以这带来的重要性 就是在所有医院找到肺炎 在所有医院 我们可以提供应该治疗的治疗 给人们有肺炎 肝癌早期的症状会很不明显 但是有一点 就是当你出现疲惫乏力 而且持续不能缓解的时候 或者使有原因不明的发烧 黄胆 这是旧药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应尽早前往医院检查 任何的癌症如果是晚期扩散的话 那么在更高明的医生 可能也不太好治 治疗肝癌也是一样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肝癌的筛减方法有很多 主要包括 一 肝癌血清标志物检测 主要是血清甲胎蛋白 AFP 二 影像学检查 主要包括超声波检查 CT断层扫描 核磁共振成像MRI 选择性腹腔动脉 或肝动脉噪影检查等等 所以最主要选择 肝癌症是使用 肝癌症的模式 叫做超声波检查 肝癌症的肝癌 它是通过 最多的职业社会 A patient with hepatitis B undergoes ultrasonography of the liver and found to have a liver lesion, a suspicion for liver cancer. This lesion can be confirmed by either CAT scan or MRI of abdomen. For MRI, our CAT scan show characteristic finding of liver cancer, then diagnosis of liver cancer is made, and there's no need to the biopsy of the mast to confirm the liver cancer. So,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depends on multiple factors. Tumor size, tumor number, extent of tumor spread, the person's function status, physical stamina, ability to function in daily life, and liver functions. This is the case of liver cancer. How to find the liver cancer? I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tests. 男性 is 40 years old. 男性 is 40 years old. 女性 is 50 years old. This is the case of liver cancer. And it's normal to recover. There are many four days of cancer. As you can see the liver cancer cell is the right to heal. You can see the liver disease. And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is the hyperlustral. And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is the right to the liver cancer. It's the right to the liver. 一个厘米的一个东西 那么三个月以后 就变得整个扩散了 或者怎么样 它一般不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说 就像越是这样的癌症 越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么最好的办法呢 现在来讲 说明这个研究 主要是从大陆出来的 差不多有二三十年前吧 大陆这方面做的一些研究呢 就发现呢 如果你定期的做这种 超声波检查的话呢 那么它同时加上 一些血肠规的检查 那么有一种血肠规 叫做Alpha-Fetoprotein 叫AFP 有一部分 30%左右的肝癌的病人呢 它会有Alpha-Fetoprotein的那种升高 所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呢 那么就有很多病人呢 如果早期肝癌的话 是可以发现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你看所谓的就是说 都能够抓得住 但是大多数病人 都是可以抓得住的 就是说早期发现 对吧 早期发现的方法呢 因为我们今天观众 主要是中国人嘛 所以中国人群的特点 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是说 乙肝的问题 对吧 那么 那个 那个 乙肝脏的超声波 加上一些血肠规检查呢 就已经是足够的了 如果做了以后呢 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东西 那么再去进一步 做是做那个CT呀 还是做点MRI啊 进一步去确诊 那么到底是不是肝癌 这种肝癌 我们 would like it to be diagnosed 是 是 我们叫做 surveillance 我们知道 谁是在 risk 自己身上的神秘 Et所以 走在世界上 的把人家被多摆 疯了 还能够用了 规刀 指出 谁 我们应该 误了 谁应该 误了 假讨 要看 对 因为 肝癌 是非常 adaptable 肝 如果 丝度 但是如果一片剩下的疾病, 其他的剩下的疾病, 他更會跑掉。 他們不是一種削滋彈性的, 而且不夠脹atti撕, 或者是中根帶或者 décia了解了解了解, 那把病毒毒進入了解, 所以一起去找劈疾病 Eskere療程。 每6月6月的病毒, 工作人員要尋尋尋尋尋嚐kö breed, Sau期三月份, 因為我們需要實際上, 也有更多感染症例如 CAT scans或 MRIs 但每六個月的人,例如肺炎B 有更多詳細詞例如肺炎B 但每六個月的人,例如肺炎B 有更多詳細詞例如肺炎B 例如新疾病 まず新疾病提供伴者 都會邀請 Center選舉 主興動物理 健康 society fai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oh we have this concept of a patient navigator which is design to hired to provide the help guide patients through that d your like in the hospital ig operated and conjunction with uh... the community provider such as health care provided in the communities team up without this convenient providers to are each character the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screening and providing care in the communities we're planning to work with different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and Korean communities. They have an Asian health program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the city but there's no specific program that's going to be geared toward treating Asians with liver disease. So this will be the first program in the New York City.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program. 為了服務好華人社區,他們專門設立了華人服務熱線E855 NYU Liver. 華人可以通過這個熱線電話來諮詢有關肝病的治療方法以及了解美國的醫療健康系統.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patients I have had during my career, short career, is Mr. C., who was a 52-year Chinese immigrant. He was a chef in Brooklyn. He was basically, he exemplified the model of American dream.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 early twenties. He worked hard all his life to bring up his children. He was able to send his kids to college. He has, by far, in my opinion, has a very successful life. And then recently, approximately about three years ago, he developed generalized fatigue and mild, vague, right upper quadrant pain. So he decided to seek medical attention. So he went through a number of workups, including blood tests and ultrasound. And later he was diagnosed with a hepatitis B infection. And the hepatitis B infection was in advanced stage. And he was told to have cirrhosis and also liver cancer. So he was found to have this solitary liver cancer in the liver. He was referred to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And he went through, immediately went through a variety of tests It was seen by the specialists, comprised of intervention radiologists, surgeon, medical oncologists, and hepatologists. And he received the treatment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his viral hepatitis B infection and liver cancer. And later, he was listed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He is now two years off from his liver transplantation. He is cancer free. And he is healthy. So, I mean, when I see him, He is an example to me and to a lot of people that is truly his American dream. And then,I mean, he is so thankful to not only to his community, But to his doctors at NYU. We are able to help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 more healthy knowledge. The new唐人电视台 in 2014, 11月15日, in Manhattan, China, 舉辦了亚裔健康樂活動, 邀請醫務人員向紐約的亞裔民眾 提供免費的健康體檢、 免費的肝病檢查、 健康教育和健康知識講座。 健康一加一節目也走進了華人社區。 走進社區,肝癌的防治需要你我一起重視。 加強健康觀念, 大家一起攜手走向快樂健康的生活。 好的,本期的節目就介紹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將邀請紐約的肝膽專家 介紹肝癌的治療和預防。 希望觀眾朋友們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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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